他以為所有的事情 都是我可以照得住 偏偏他照不住 但是小智其實還有希望 他真的還有希望 因為他可以上訴最高行政法院 那最高行政法院 蔡英文表姐夫開的啊 對不對 所以就去啊 我覺得很好 我是鼓勵小智這樣做 這樣一路打死不退 一路往上伸 到最高行政法院去 那看看最高行政法院 敢怎麼判 然後講 最高行政法院如果判小智 我會很高興 我會很高興 因為這表示最高行政法院 把自己的尊嚴 踐踏在腳底下 讓你自己的尊嚴 蕩然無存 以後沒有人會相信 最高行政法院 這樣不是很好嗎 那你覺得最高行政法院 如果判了小智贏了 國人就會認為說 小智沒有抄襲嗎 恐怕是剛好相反哦 恐怕是大家認為 你最高行政法院尋私哦 所以我是鼓勵 第一個林志堅 你趕快上訴到 最高行政法院 趕快去 然後最高行政法院 你們趕快判他小智贏 我拜託你們 就這樣做 讓大家看清楚 民意黨領導下的政府 法院變成什麼樣的樣子 好 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 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呢 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 請問一下